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ES6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有点难 解构复值 什么意思 解构复值是ES6里面一个比较新颖的变量复值的方式 比较特殊 但是却非常的常用 非常的实用 咱们今天一起来学习一下 好 咱们看一下这知识点 就一个解构复值的写法 该怎么写 马上实战 实战演习 首先说数组复值 大家看啊 我这Lite一个ABC 它看起来像个数组吧 好 Run这个ABC等于什么 等于一个真正的数组 大家看这等号后面 这个数组里面有三个值 10 20 30 对吧 然后对应着前面的这个ABC 也是三个变量 对不对 所以说咱们通过这个复值语句 相当于说把A复成10 把B复成20 把C复成30 这样输出 我是这样啊 以前我是说把我的代码都讲完 再给您运行 我觉得在ES6这套课程里面 我还是说讲到哪儿 咱们就运行到哪儿 比较好理解吧 好 那我赶紧开一个文件 咱们边讲边运行 test.js 然后我先把数组复值拷贝过去 OK 运行啊 看一下ABC三个值啊 这非常重点啊 看ABC这三个值有没有被附上 够 哎 怎么样 我打印出A的值 B的值 C的值 10 20 30 10 20 30 没问题吧 说明咱们通过数组的方式 居然能同时给三个变量同时复值 太棒了 接下来 看啊 接下来就更灵活了 大家请看 我呢 在前面上一个这个基础上 我又延伸了一下 大家请看 我让XY点点点Other 居然还有点点Other 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让第一个 等号后面数组里面第一个值 负给X 等号后面的第二个值 负给Y 等号后面第二个值以后的所有的值 负给Other 居然还能这么写 天呐 咱们看一下效果 看一下效果 居然还能这么写 太神奇了 试试啊 运行 大家请看 我输出了X等于1 没有问题 输出了Y等于2 没有问题 对吧 这个1 和这个2 Other呢 Other等于其余的 大家请看 其余的是一个数组 对应的是这个345 这个345 哦 它还能这么复值 作为一个语法 您要牢记 好 看下来 对象复值 这个也不难 大家请看 我前面不let不是数组了 是一个对象 这对象里面呢 有两个值 一个是name 一个是age 怎么复值呢 后面也是一个对象 后面的对象 name等于coma age等于20 对吧 我永远20岁啊 好 咱们运行看一下效果 好啊 咱们通过一个对象 给它复值之后 那么name 前面这个name 前面这个name 就等于coma 后面的age呢 就等于20 看是不是效果啊 go 没问题吧 所以咱们通过这个对象 进行了复值 这个地方非常常用在什么地方 常用在给函数传餐 非常非常常用啊 请您一定要记住 接下来 哇 接下来是个函数复值 咱们有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返回一个数组 这就 其实这个就相当于是咱们第一个数组复值的变形吧 对吧 只不过咱们后面这个地方 咱们第一个例子呢 是直接写数组 后面这个地方呢 咱们写函数 其实咱们light的这个 稍等 咱们light的 咱们light的这个number1 number2 就是前面的刚才的abc 对吧 然后让它等于一个数组 这数组的返回值是这个10 20 那么咱们输出number1 number2 肯定一个10一个20 对不对 好咱们马上运行 通过这些例子 你就知道啊 原来es6有这些个功能 好咱们看一下 看最后一行 一个10一个20 对不对 number1 number2 1020 没有问题啊 接下来 接下来稍微有点 有趣 并不难有点有趣 咱们看啊 叫做这个函数参数名复值 比如说我定一个函数 我呢函数的参数呢是一个对象 这对象里面有两个属性 一个是x属性 一个是y属性 然后呢我还给他们提供默认值 一个是x等于1 一个是y等于2 然后我返回什么 我返回x加y 没问题吧 这相当于是一个求和函数 对吧 接下来我该怎么做 请看啊 我直接输出 这个函数结果的话 它会给我返回什么 我什么都没传参 如果我没传参 它会默认为x等于1 y等于2 对不对 所以说它会给我返回1加2 也就是说我第一行 给我返回3 没问题吧 ok 接下来第二行 我给x传一个我的初始值 就不用他默认值了 我传初始值 是10 那么这个结果呢 是10加2嘛 对不对 所以说它会返回12 再接下来 我给y复个初始值 x没有啊 这个x用默认值啊 那么怎么样 返回1加10 就11 最后 我给xy同时附上一个初始值 那么呢 它们就都不再有默认值了 用10加20 返回什么 返回30 哦 这个可以让咱们代码非常的灵活 有默认值 而且不限这个传参的个数 哇 这个属性简直是 这个特性简直是太棒了 咱们试一下 如果真能成 那这个特性就太棒了 咱们试一下 go 哎 大家请看 这有点不太明显 咱们从3这开始看 3 就是说没有传参这个地方 下面这个12 就是咱们传了一个x等于10 接下来这个11 就是这个y等于10 没传x 最后这30 所以咱们既传x又传y ok成立 换句话说 咱们定义函数 接收一个对象 对象里面属性的值呢 都是可选的参数 非常的灵活方便啊 好 以上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关于这个 大家请看啊 解构复值的概念以及用法 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啊 应该不是很难 但是这个概念非常新颖啊 您最好的报道代码呢 实际敲 试一下把它打出来自己运行 加深理解啊 好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 今天的代码呢 我会放到开心中的服务器 今天视频呢 会传到优酷youtube公司观看 推荐您的使用youtube进行观看 好 那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